市大運期間台北市長柯文哲的公開行程 就是慰問慰問再慰問 就怕基層沒有感受到市長的體恤 柯文哲對他們來個精神喊話 這個到現在為止 so far so good 雖然有些小差距 不過大家都還做得非常好 我們就堅守幹位 直到整個市大運平安順利 全部舉行完畢 到時候休息我們再來辦慰勞 言談中透露出對市大運目前還算滿意 本屆市大運到二十八號 中華隊總共拿到十七斤 二十八贏 二十一桶 表現亮眼 前市長郝龍斌就在臉書上 分享爭取主辦的經驗 卻遭網友譏諷事收割 還好不是你來辦 柯文哲與人為善幫忙講話 人家申辦成功還是有他的功勞 所以你也覺得說他其實有性的 有啦有啦 申辦成功還是他的功勞 申請跟籌劃都很重要 但要讓比賽順利進行 柯文哲這段時間也不輕鬆 難得有機會坐下來看現場比賽 他也忍不住抱怨 那我時間看 我要去處理那個場館的安全 後勤補給 不知道為什麼吃東西會拉肚子 安全 忙那個都忙不完了 還有時間看球賽 三十號市大運交閉幕 柯文哲更希望能平穩收場 因應這個閉幕典禮的話 我們就是有設立兩道電視牆 有了開幕時 反連改團體鬧場的前居之鑑 柯文哲在慰問行程告一段落 就趕往松山分局開會討論閉幕為安 現在又傳出有另一個團體 全民拔菜總部閉幕時 要到場用灰國旗唱愛國歌曲的方式慶功 柯文哲表示閉幕時會擴大管制區跟違禁品項目 也用更嚴格的標準 避免開幕鬧場的丟臉情況再發生 cease與並閉幕時會